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嘛 你知道有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摧毁纽约吗? 你知道全美国最适合年轻人追寻美国梦的城市在哪里吗? 那你知道好莱坞电影预言的大海啸灾难正在发生吗? 来看今天的世界新鲜包 说到纽约,大家都知道它是美国最大的城市 不但是世界著名的旅游都市 同时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拖垮这座城市 从去年开始,就有大批的中南美洲人民 通过走线偷渡的方式非法进入美国南方边境 那有的人是为了到美国打工赚钱 那有的人是为了躲避家乡的动荡不安 那根据统计,最高峰的时候 每天都有一万名移民非法的进入美国边境 那这些还不包括那些没被边境警察查获的偷渡客 但是南方边境的德州 没办法附和这么多的非法移民 于是他们就根据移民自己的意愿 把他们送上巴士去到他们想去的城市 那主要是纽约、华府、芝加哥以及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 那这些城市都是民主党主政的地方 而且都是所谓的庇护城市 也就是愿意收留非法移民的城市 而来到纽约的非法移民人数是最多的 根据统计,从去年到现在纽约已经收容了超过7万人 那光是在上个星期就有5800人来到纽约 那纽约市府怎么安置非法移民呢? 花钱包旅馆给他们住 像纽约市政府就跟时代广场附近的Roll NYC Hotel签了合同 把这间旅馆的1300多个房间变成了移民收容所 光是这笔费用就花了4000万美元 不过移民人数越来越多 那纽约市府租的旅馆也越来越多 超过了150家 那由于非法移民人数实在太多了 旅馆收容不了 于是纽约市府把脑筋动到公立学校的体育馆 想要把移民安置在学校的体育馆 可想而知了 学校老师跟家长们当然不干 因为会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引爆了家长们上街头去抗争 小孩们也罢课在家不上学 最后纽约市府被迫取消了这个计划 准备打开一座监狱来收容移民 大家知道纽约市非常著名的观光城市 旅馆非常多 但是根据统计 纽约市的中大型旅馆有超过40%的房间 都被非法移民占用了 这样的话很可能就会冲击到 今年的纽约的旅游经济发展 而且市府估计到明年的春天 纽约安置这些移民的费用 可能要高达43亿美元 大家知道 纽约市政府2023年度的支出预算 是1040亿美元 这就等于是有超过4%的政府支出 都要拿来安置非法移民 这样下去一定会排挤到 纽约市的公共服务与建设 所以纽约市长自己也急得发愁了 他说移民危机正在摧毁纽约市 好 听完这个消息 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政府花大钱去照顾非法移民呢 还安排他们住高级酒店包吃包住 这样叫合法移民和纽约市民是情何以堪呢 对 没错 这种泛左派的政策入线 确实有鼓励非法惩罚合法的疑虑 因为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在抱怨说 他们不如也去一趟墨西哥 再偷渡回美国好了 这样说不定日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那我必须说 庇护那些有生命危险 或者遭到人权迫害的外国移民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因为只会体现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是捍卫人权与自由的普世价值 但是这些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 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真的在母国遭受迫害 有生命危险的呢? 又有多少人是纯粹想来打工赚钱的呢?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毕竟是有合法性、合理性与公平性的问题 不过我也确实看到了 有一些外来的移民 他们不是想靠着美国政府来救济 他们想要自食其力的生活 像最近纽约地铁上出现了很多 兜售临时的妈妈跟青少年 他们只会讲西班牙文 妈妈还背着小婴儿在地铁里穿梭脚脉 他们想要独立谋生、愿意刻苦耐劳 这种精神我想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纽约本来就有八百多万居民了 现在又涌入数以万计的非法移民 这对纽约的公共安全、生活品质 确实都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而且纽约市长跟纽约州长 应对这场危机的思路也很值得商榷 纽约市长是不断向拜登政府喊话 呼吁中央出手帮忙 怎么帮呢? 第一、多给钱 第二、把移民分散到全国各地去 但这不是很奇怪吗? 为什么不是要求中央要加强管控边境 来减少非法移民进来从源头来根治呢? 反而是要求白宫要多给钱 把非法移民送到全国各地去 这等于是要让全美国人民一起来买单 这个思维显然是有点治标不治本 而且纽约市长跟州长最近都呼吁说 要尽快给非法移民工作权 等于是让他们就地合法化 更奇特的是 纽约市最近还准备考虑 是不是要开放街头睡觉的权利 也就是不再去驱赶那些露宿街头的游民 让他们可以在户外撒营过夜 如果纽约确定这样做 那么不只是非法移民的危机会摧毁纽约 那游民暴增的问题也会冲击纽约的安全 很多人都有美国梦 所以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年轻人来到美国读书 毕业之后想在美国找份工作落地深耕 但是全美国哪些城市是更适合年轻人来开展职业生涯呢? 美国的个人理财公司WalletHub公布了一项新调查 评估了180多个城市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最适合开展职业生涯的第一名城市 是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不但有充分的就业机会 在180多个城市里排名第二 而且生活品质也高排名第七位 这样的城市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美国梦大门 第二名是佛州的奥兰多 奥兰多的就业机会也是相当充裕排名第三名 而且当地的生活品质也很好排名第十二名 而且奥兰多是著名的阳光城市和旅游城市 还有迪士尼乐园 而且奥兰多的气候相当温和 也是许多美国人在退休之后向往的养老城市 由他说的盐湖城综合排名是第三名 当地的就业机会不错 生活排名第八 而生活品质在180多个城市里头 更是排名第六位 对年轻人来说 不但适合工作也非常适合生活 如果就单一指标来看的话 决业机会最多的城市是佛州的迈阿密 生活品质最高的是亚利桑那州的坦佩 不过那里的夏天是非常热 那你可能会好奇了 全美第一大城纽约排名多少呢 纽约是全球城市的领头样 所以排名当然也是领头的地位了 只不过是要倒过来看 纽约排名182名 敬陪莫作 不论是在就业机会和生活品质都几乎垫底 那为什么呢 这份调查里没有解释 但是我可以说说我在这里的观察 因为纽约是国际大都会 这里的专业工作虽然非常多 但是竞争者更多 而且很多工作都是要求首手或者是有多年经验的行家 所以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 在这里找工作挑战会比较大 而且纽约的人口密集 那物价很高 而年轻人刚入行的工资 要负担纽约的生活会比较辛苦 而且待过纽约的人都知道 这里的生活品质不是太好 所以纽约对年轻人来说 就不是个理想的开展职业的起跑点 那如果你也想到美国追逐梦想 那这些信息值得你好好参考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想请大家到干净世界平台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 不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红制作的精彩视频 而且这个平台没有色情 没有暴力等等的不良的内容 很适合全家一起观赏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平台成立了分频道 那我们节目也会在那里同步更新 我们频道在干净世界的网址 可以在我们频道的简介里头找到 那请大家到干净世界支持我们 2004年的电影《明天过后》也叫做《后天》 是好莱坞灾难片的经典之一 而特别是电影里头大海啸淹没了整个纽约市 那个震撼视天的场面在20年后的今天来看都还觉得惊心动魄 不过你知道吗? 纽约被海水淹没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根据一份新公布的科学研究 整个纽约市有超过100万栋大楼分布在五个行政区 其中有超过6000栋是摩天大楼 而这些大楼的总重量超过了7.6亿吨 相当于190万架满载乘客的波音747客机 这么庞大的重量会导致纽约市的地面每年下沉1-2毫米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大 但是别忘了海平面每年也都在上升 所以这一来一往就会加速纽约市往水底沉 根据专家的测算预计到2050年 纽约市的地面会下沉8英寸到30英寸之间 到这个世纪末估计海平面可能就会上升6英尺 也就是1.8米 到时候纽约的部分市区很可能就会被浸泡在水中 变成了水乡泽国或者是另一个水都威尼斯 到时候您想来纽约的话就不必搭飞机 直接划船就可以了 当然纽约下沉到水里这一天还很遥远 不过现在纽约有个东西飞升得非常快 就是房租 待过纽约的朋友都知道 纽约的房租和房价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 但是这两年纽约的房租却飞速飙涨 涨到多少呢 4月份曼哈顿平均的房租租金是4241美元 已经是连续两个月创新高了 而且跟一年前相比还大涨了8.1% 那以独立套房studio也叫做单身公寓来说 目前的月租金中间数是3235美元 比去年同期大涨了13.5% 而一时一天的公寓租金平均也来到了4200美元 比去年涨了5% 那为什么纽约房租会飙涨这么多而且居高不下 那我观察有几个原因 一、疫情刚刚结束 那经济正在复苏 那许多人回到纽约市上班 所以租房的需求也就大幅增加了 支撑了租屋市场 第二、最近美联储不断加息 导致现在美国房贷的利率是非常高 已经飙到6.39% 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贷款买房 那不想买房就只能租房 所以租房的需求非常大 这也导致租金居高不下 还有第三、未来移民持续增加 包括大量的非法移民 那很多移民是暂时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资格来买房 所以只能租房 那只有给租金市场提供了很大的支撑 所以房地产专家就预测说 接下来除非美国遭遇了经济衰退 或者是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潮 否则纽约市的房租恐怕还是会稳弱泰山 而且会不断的登高 好,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